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年的食品法令 发出三张船票 同时勒令餐厅暂时关闭 柔佛州卫生集团结委员会主席林天顺披露 新三县卫生局目前还在追踪这起事件 根据新闻背景 有网民将食物中毒的情况上载到脸书后 引起一番热议 更有不少人自称曾经在同一家越南餐厅中招 根据市都兰区州议员曾家恩所接获的投诉 至今有三组共八人出现不适症状 事发后 业者也已经暂停收买相关的面包还有猪肉 并联络和安慰受影响者 接着下来 政府放宽防疫标准作业程序以后 柔福州今年的手足口证病例保增 截至第18个星期已经达到640宗 同比去年的94宗来说增加了6.8倍 根据本报记者了解 未免手足口证现象恶化 柔福州各县的幼儿园 托儿所还有游泳训练中心 已经提高警惕和加强防疫措施 一些业者透露 他们每天检查孩童的体温至少三次 换堂后 为教室消毒也消毒和洗刷玩具 同时 他们也提醒孩童们请洗手 并不要把手放在嘴巴里等 与此同时 业者也非常注意学生的身体状况 如果发现学生生病 院方也会先将他们隔离 再请父母前来再送学生们回家 比起疫情前的严禁程度 以确保病毒不会大范围传染 接着下来 社交媒体今日流传 一则罗里司机涉嫌在公路上危险驾驶的行车 记录一段片 在画面中一辆装载着黄色车斗的罗里 忽左忽右切换车道 阻挡到后方的车辆正常行尸 甚至在其他车主鸣敌后还继续抢位 而且还出现仪式是踩刹车的举动 充满挑衅的意味 据栏警区主任刘汉生 今日发表文告指出 警方已经针对上述事件展开调查 罗里车主的身份已经确认为一名本地男子 警方将会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2条文鲁莽驾驶 新闻最后关注邻国的消息 新加坡出现两种感染奥密克隆变异毒株 BA4和一种感染BA5的社区病例 根据联合早报的报导 这也是新加坡首次出现这两种变异毒株 患者在确诊后已经自我隔离 根据新加坡卫生部的文告 这三起病例都是无症状或只有轻微症状如发烧、咳嗽、流鼻水和喉咙痛等 而三名病患的都已经完成冠病疫苗接种 也已经接种追加剂 当局将会加大检查力度 继续留意两种变异毒株在当地传播的情况 感谢收看更多社区动态 请继续留意新周日报、新周网